第四季节追回 三分也是非常准 转移 翟翼 零路角提停投篮 没有 贝尼蒙 自己来了 啊 聪明啊 还有最后一攻 上半场最后一攻的这个机会 嗯 这是贝尼蒙 啊 前面呢 这一次反击自己运球的三分 有着有着不错的三分钟 命中率 防守 快攻 嗯 就是他的 他的速度上面可能不一定有阿里扎那么快 嗯 但是其他方面啊 真的是挺像的 技术类型结构挺像 苏伟 还不错哦 勾回来 贝尼蒙 往篮下打 打进 而且还造成了犯规 加上命中 爽的还是不能够掉以轻轻啊 对方的其实这个攻击能力其实并不差 上场开始之后 其实上海队几次机会都出来了 嗯 除了 呃 除了亚布塞来那一次比较 啊 回来接着防 17分球 低外 哦 好球 这位置被贝尼蒙要得太深了 虽然他只有2米的升高 转身之后的一个勾手还是非常难防 轻药队这种半15球啊 好多 又是提前想哨啊 又吹了张朝旭 莫名其妙张朝旭站那儿就被吹犯规 X还是判 还是 可能是判 可能是判大外援 可能是判亚布塞来啊 加上发言命中 这比较麻烦 哇 呃 其实若策曾文鼎也出机会 但选择自己够了 既没有吹阻挡也 进攻的时间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小语打小语打得不好啊 10分了 10分 我的天 哇 这估计得比 张老师的这个罚球名称力还要高 我觉得你也没这么75% 75%比赛挺难罚的 75%挺难罚的 75%挺难罚的 是